为了想选2024总统 郭台铭找上王金平演出 《我要回国民》等第二集 当初68岁的郭台铭初选输韩国瑜之后 火大退党被红是愿度不服输 他这么讲 年轻气盛 一时的冲动 四年前如果是年轻气盛 那现在表示郭董还很年轻 年轻人思想可能还不成熟 等大概郭董98岁的时候再来选 可能比较适合 郭台铭当年输了不认账 推说是年轻气盛 作家哭 聆听不下去 痛批郭台铭当年不想玩乐 过了几年又想回去玩 这根本就是渣男的行径 翻脸就走 结果现在又好像 用教权把他扛回来的样子 他把国民党当做是什么东西 来好的公车来的 他就在先上嘛 太过分了 一个政党不是说 有一个游游卡就可以上 对这个党很认真 有共同在推动理念的人 又是情何以堪 郭台铭甚至还说 相信朱立伦会吸取 四年前初学时的教训 这难道是在说 当初国民党是用制度做掉你 你才说韩国语吗 网友就很酸 现在是赌书就先捉的流氓 说是冲动 然后还叫别人寄取教训 还有人说是国民党要寄取 引狼入室的教训吧 小心情鬼开咬蛋 没有看过那么嚣张的 那么自大傲慢无比的 我自己不行 但是我也可以拖垮你 郭董其实满脑袋想的就是 自己的利益跟自己的好处 这次国民党如果又让他回去 那如果有东西不如他意 搞不好他又退党啊 党内也质疑若结合非律阵营 让郭台铭特权回党选总统 高层连郭党猴会让国民党惨述 任何一个人量身定做 这个是不对的 从道负责 国民党我想再失败一次 国民党会走向泡沫 党内游行 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